思想不是说它是天下掉下来的 它都是继承了古典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学派的很多大师的理论 哈耶克把它综合起来了 像蒙哥、贾当斯密、彭巴黎克的很多思想 都在哈耶克的商业周期理论、货币政策中都有所反应 哈耶克把它非常给极大成的综合起来 哈耶克这个自发秩序就是对个体主义和支持 其实就是完美的综合前面两点 对于哈耶克来说 个体在风险中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因为只有个体才有行动 哈耶克所有的奥地利经济学派研究的基础 就是说个体的行为 只有个体行为才能够体现这个整个的商业经济活动的真实状态 但扰远于他人呢 通过与他人的合作和交易 这样人人都会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 自发秩序因人际合作本身而形成 在经济中价格体系协调了市场活动 在社会和政治中 社会和政治机制规则则得到了发展 哈耶克的一个自发秩序呢 将会对他批判社会主义 集体主义中央集权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呢 是一个理论基础 这种自发秩序 就是说每个个体通过交易 通过合作和他人形成了一种 自发的秩序的交易体 另外呢 哈耶克强调呢 就是说自由市场经济呢 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是规则之下的自由市场经济 那么这种法律和规则呢 是因为竞争的关系 而产生了这些法律和规则 而不是人为的先制定法律和规则 人们才去执行 那么后期就会产生集权 就会产生垄断 因为人为的 哈耶克的一个自发秩序呢 在奥派创始人卡蒙格尔早就 已经解释了社会机制是如何出现的 就是国家是怎么出现的 这个交易体验是怎么出现的 认为呢 社会机制是自发的 有机的结果 结果最后究竟是怎么样的 无人定然知晓 就说它到底是怎么样的 不是人预先设定的 但是呢 出于他们自立心都穿越了这个过程 这种机制的出现 于是看似几乎是随机的 哈耶克将个体知识呢 至于核心位置 从而推动这些观念 达到更高的层次 第四点呢 就是货币的去国家化 这个货币理论呢 但是在这个经济学界呢 是非常有风起的 就是说每个学派 包括奥地利和芝加哥学派呢 之间的差异也非常大 但是哈耶克的这个货币去国家化 来源于它的货币的中性原则 就是货币呢 是 只是这个商品价值的计量单位 它不是交易要素 它不是起到重要的交易要素 哈耶克 不同意 不同意这个国家呢 发行货币呢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在于呢 认为呢 货币如果归国家掌管 国家也就可以印出无限钞票 对他而言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大致呢 就是简单的私有化货币 即非国家化 每一家银行 每一家金融机构 每个企业 甚至每个人都可以创制自己货币 并在市场上供应 与其他商品一样 最优的产品的市场就会形成 现在这种竞争中 最终大概率剩下呢 是若干货币占据优势 因为你几百种货币流行 必然的会造成个计算成本过高 耶克的这种货币 货币去国家化呢 至今呢也没有实现 但是呢 今天出现的比特币 其他的加密货币呢 就有可能让这个亥特的货币 去国家化呢 实现 今天呢 我们谈亥特这个理论呢 有一些呢 我们至今也不知道 他这个理论是否先进 比较不论货币去国家化 但是呢 他至少给我们提出了一种货币 货币制定的一种可能性 今后会检验出这个货币去国家化 是否和现在这个国家发行货币 那哈雅克所有的这些理论的基础呢 都是认为呢 自由竞争是至上的 因为呢 他特别反感国家 干预 那么货币如果是国家发行 就必然会形成国家 那第五个就是哈雅克的 一个 另外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就是社会正义的不可能性 这个呢 就和我们传统的自然权利学说的 康德啊 洛克啊 自然权利学说和 那个 其他一些学派的社会正义 包括罗尔斯的正义论呢 都是有非常 有相冲突的地方的 哈雅克呢认为呢 社会正义呢 是个幻影 是个妄想 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那么我们就开始谈第二部分 就是 帮助哈雅克获得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商业周期 货币政策理论 哈雅克解释到呢 社会作为一个整体 能否是正义的这个概念 不过是个误区 有时甚至是 扩大政府权限的一套借口 只有处在行动中的个人 才可能是正义 或不正义的 这后面我会谈到 哈雅克的正义论 和罗尔斯正义论的区别 这就谈到 哈雅克的正义论 才是否定型的 他不提出 哪种行为 是哪种行为 是不正义的 或是正义的 他就否定 在这个进化过程中 否定哪种行为 是不正义的 从而就 无限逼近 某种正义的行为 讲这个话题 我们先要明白几个概念 第一个就是货币中性 什么叫货币中性呢 就是意思是说 货币量的增减 只会导致一般 物价水平同方向 同比例的变化 就是我们所谓的 正相关的变化 不会带动实际收入水平的变化 所以呢 货币呢就是中性的 那另外呢就是 还有个自然利率 后面因为谈这个 海克三角关系的时候 要谈一个自然利率 自然利率什么东西呢 就是投资利用率 自然利率和投资利用率 是相等的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 海克的货币中性政策 所谓的货币中性政策呢 就是严格保持货币中立 不对经济产生任何形象 以实现 事后 经济均衡的一种货币政策 这个呢是由 瑞典经济学家 Vick Sire创立 由奥地利经济学家 哈尔克加以发展 就是中性货币政策 他们认为呢 货币当局在静态风际中 应该去除货币的干扰作用 货币只作为表现价值的 剂量单位 在经济活动中 保持货币中立 既不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也不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 商品相对价格 就可能稳定无变 经济呢 就会完全处于 零通货膨胀的理想 其理论基础在于 货币仅是交易的联系物 货币不是真实的生产要素 因此货币政策呢 只会影响价格的总体水平 而不会使相对价格发生变化